110岁的浪漫直击林佳华同老婆护卫,现年60岁的林佳华,在薛家燕的推荐下,重返无限拍摄新剧灿烂的外母, 据终于年轻自己24年的姚子玲发展感情线,更不乏谈情说爱嘴嘴的镜头, 而本刊发现,林佳华于杰,婚于30年的太太刘宝珍,虽然老夫老妻,年龄加起来超过110岁,但私底下相处,竟然一样冤气, 日前,夫妻拍拖行街买送,不必豪计当众护卫,恩爱之情,现杀旁人,林佳华于老婆拍拖行超市买送期间, 欲有事实,老婆不怕肉麻,人嫌味时,当众放闪,移居加拿大多年的林佳华, 于太太刘宝珍结婚于30年,一直是圈中的模范夫妻,近年随着她多了返岗演出, 加上儿子以偿带有自己的生活,故每次返岗,老婆立弊作根的夫人,有眼接双, 日前,本刊就发现,林佳华写老婆献身人方商场,两人一超市购物, 男方负责手推一部购物车,女方则带头左挑右选, 似是为当晚二人世界的住家饭,准备最美味的送菜, 现场所见,夫妻和拍度十足,有默契的先从货嫁拿钱货, 再转往选购冻肉和鲜鱼,全程两人有商有量, 林佳华满面都会先指寻老婆的意见,明显是尊重太太的爱情好, 后来,两人走到洞柜,听职员介绍鸡款火腿, 还急尝试时,见林太毫不避忌,就在人前拿火腿喂老公, 当众,sweet ball,认真恩戏,之后,两人再到商场十四开餐, 今次轮到林佳华作念四孝老公,席间忙不迭帮老婆珍茶地水, 又彬彬帮手携送,兼送到老婆的口边,对老公窩心的表现, 林太似乎一见惯不惯,十分瘦弱,原来六十岁的老公, 加上年于五十岁的老婆,一对老夫老妻恩爱放闪, 可以闪到人眼花